只有这次再出去探索才知道门后有什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谢谢一白送得了了荧光帮 快醒醒 我晕倒了 快醒醒 怎么了 这下该怎么办 彩虹 你可不能有事 怎么了 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晕倒了 没过多久我的身体似乎出现了一些小症状 头晕发热 感觉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 明明已经找到了出去的关键 偏偏在这个时候 开始咳嗽了 该死 视线也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 似乎有什么声音传入了耳中 但听得不太真切 没过多久 额头上突然传来一阵阵冰凉的感觉 就是 似乎是湿毛巾 大概是他发现了我的状况之后 来了湿毛巾给我敷敷额头 真是麻烦他了 我得赶紧好起来才行 凉了凉了 头被拍烂了 就算自己会死在这里 我也要把出口的事情告诉他 过了一会儿 精神似乎好一些 睁开眼睛 看看他一脸担心的样子 是吗 啊 现在吗 没什么事 只是个小长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探索房间的时候 然后吸到了一股氯气 那个应该是毒气 我们用生命救了这个女主角 这个结局应该是这样的 有你这样照顾我 我还不能好起来的话 就太说不过去了吧 这时候还要好好休息啊 对了 你现在后宫了 要不要吃点东西 今天一整天你都没吃东西了 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暂时还没什么胃口 如果如果你能喂我 我保证会全部吃下去的 哈哈 就开始咳 似乎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 真丢人 喂你这种好吃的吗 那好 我开始喂我 开始主动 很主动 我喜欢 这个只有饼干 不过掰成一块一块的就没问题了吧 谢谢我们的烟花 摇一摇啊送到花里 我把它粘开 你帮吧 看起来真的不妙啊 我似乎连咀嚼的力气都没有了 刚才差点让饼干 碎末滑进了气管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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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用嘴对嘴喂我 我操 我的奸气终于得逞了 我操 可以啊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主意 匆忙的把一块饼干 放入了自己的口中 哇 然后脸凑了过来 啊 统统统的就像熟透了苹果似的脸颊 我 你 现在朝我靠近 靠近 突然眼前一黑 我失去了意识 什么鬼 卧槽这嘴有毒 和之前相比 他似乎变得更 中医你了吗 闭嘴 说不定已经许会上你了 传给打传给打 看来 是时候要拔出我的大鸟了 给我闭嘴 这可是个机会啊 快给我闭嘴 你还不赶快 给我好好去珍惜一下 你需要的不就是现在这样的他吗 现在去跟他说 我喜欢你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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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是怎么能趁人之危啊 你们已经是患难于共的人了 是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同伴啊 现在不正是借着你们感情的时候了吗 还在等什么 就算是这样 留给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都走到这一步了 别再退缩了 上吧孩子 如果还不可以愿意 那只有让我亲自代劳了 一定会让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的 嘿嘿嘿嘿嘿嘿 咳嗦 来了 意识恢复的时候 嘴巴似乎被什么堵住了 有什么温暖的 粘稠的 甜丝丝的东西 流进了嘴里 这是在 接吻吗 我是在 做梦吗 我脑中似乎有一根 紧绷的弦 突然不知道被谁用力的扯断了 接吻什么的 完全没有经验啊 所以努力伸出舌头就好了吗 就 这么做吧 这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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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啪的一声 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感 眼前的女孩用一脸惊恐的神情盯着我看 仿佛在她面前是一只异形的野兽 怎么了 好奇怪啊 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 不是你自己先亲过来的吗 我有些迷茫的摸了摸自己被打的脸 好痛 如此真实的触感刺痛着我的神经 此刻耳边响起了她的声音 精神一点啊 我 我只是看你不方便吃东西才这样喂你的 你 你可别乱来啊 哇哦 我要收醒大发了 乱来 当然不会乱来啊 我只是想顺顺利利的和你在一起而已了 既然就决定直接用嘴巴喂我吃东西了 怎么可能还会拒绝更进一步呢 明明已经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了呀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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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吗 顾不上她的反抗 我直接扑了上去 趴在她的身上 开始亲吻她的脸下 传给她传给她 哎呀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住手啊 又打了我一巴掌是吗 又打我一巴掌啊 胸口被她用拳头用力地捶了几下 但是一点都不疼 我已经忍受不了了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 这些边缘送的两嘴要包吧 大抱歉 双管齐下 便瞬间控制了她的双手 卧槽 亲了亲她的脖子 慢慢用牙齿将她的领结 一点一点的取向 他哭了 泪水不但流下来 身体虽然还在反抗 但是力道已经 微弱到可以忽略到不济了 哭什么呀哭 不哭不哭哦 不哭哦 甜了甜脸上的泪痕 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血 你不乱动 我就会很温柔的啦 一点都不会痛的呀 真的 相信我 然后她一直都在摇头 眼神中透出一股 悲凉 我就蹭一蹭 我进去蹭一蹭 蹭一蹭 不要这样看着我了 我抽出了一只 我抽出一只手 气急败坏的 扯邋遢的衣服 我到底 到底哪里不好了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可是 可是我在你心里 到底算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 全心全意对待我呢 明明都告诉你了 找到了安全出去的路 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哇哦 我拼命地想脱下她的衣服 可只能用一只手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如此 那就用两只手一起上吧 哇 果然这样就容易多了 实在是 太美了 撇开胸口间 微微隆起了胸部 随后 随着她愈发急促的呼吸 不断起伏着 脖子下雪白的肌肤 和勾人的锁骨 更加 使人沉醉 我真的 好喜欢你 真是爱死你了 我把头疯狂地 埋进了她的胸前 贪婪地损息着 她身上的味道 少女身上 特有的芳香 让我整个人 都不自觉地 飘了起来 这些轻身男哥送的九族 溜了到把这 卧槽 哎呀 啊 头顶突然传来一阵痛感 碰到我直接滚下了床 我不自觉地用手一摸 放到眼前看了看 哎 血 他 他手里拿了去砖头 卧槽 为什么拍我 他又拍了一下 还没回过神 又遭了一击重击 哎呦喂啊 哎呦好痛 两眼直冒金星 眼前的景象也变得模糊了 我尝试站了起来 竟然失败了 只能勉强地趴在地上喘息 我会不会就这样死在这里 这个太可悲了吧 我不要 我只是一步阿姨啊 没有想伤害你的意思 不 嗯 四周紧张的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 奇怪 为什么没有继续砸我了 难道 不是想了解我吗 现在到底是 什么状况 我挣扎着睁开了眼睛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到 他一瘸一拐走出了卧室 等等 等等啊 不要走啊 不要 走啊 没过一会儿 他的背影彻底从我眼前消失了 然后 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还是没逃离啊 而且还没 还没趴到 卧槽 伤人潜逃 卧槽 根据你的表现 人生败犬 哎呦 哎呦 不应该兴起啊 不应该兴起 不能 不能 这个再跟他 再跟他这个关系没有更进一步之前 不能怕怕 不能来抢硬的 搞错了 搞错了 好吧 这个今天这个游戏先玩到这里吧 想明天接着看呢 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 明天我一定要正规正矩的撕了他的衣服 啪啪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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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